七夕节是什么意思?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夕是夜晚的意思 七夕就是农历七月初期的夜晚 七夕节由星宿崇拜演化而来 为传统意义上的七夕带 因拜祭七夕活动在七月七晚上举行 顾名七夕 拜七夕 祈福许愿 祈求巧意 坐看千牛之女星 祈祷姻缘 处七夕谁等 是七夕的传统习俗 经历史发展 七夕被赋予了牛郎之女的美丽爱情传说 使其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 从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 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 七夕节发源于中国 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 如日本、朝鲜半岛、越南等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